凤凰 在使徒的压制 总的来说 鸡哥前期的这个影 在没有骚扰到对方情况下 运营还是不错的 而且让QR还是在各种防守 QR其实打谁都很简单 他只要运营起来 对吧 打得过我就打得过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好 这个有点难受了 这鸡哥会崩了吧 反应还不错 这鸡哥这两波防守 我觉得防的相当好 鸡哥的基本功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会说 就是他前期的细节 对这个防守的基本功相当好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在中后期这个操作 有点操作不过 是真的 前期这种小规模操作 追击了 这波追的QR很很很难受啊 对直接追击 QR的兵死了一大半 差不多了 我靠直接往前顶啊 鸡哥那么狠啊 可以啊 这那么狠啊 但他没操作好 他如果是集火了两个导弹 球员可能直接就打进去了 对 不过他因为是 不过他因为是 他因为是要这样 这波肯定要直接捅死啊 我看这个样子 他其实是要操作这个追猎 追猎往后跳 这个操作还有点难 这直接可以跳打断车 哎呀没敢跳 有两个光头混里面 其实是有机会一波捅死的 不你也不要说 打断车了 你就A上去 然后操作那些 没有血的跑 那你肯定还是先 你还是要先把导弹车弄呢 因为导弹车很脆 输出很高 对吧 跳完导弹车跳光头 就就这么打 直接撕开押的还不错 我觉得真的 这个这几波打的还是不错的 家里面一个围巾进来 反应很快 反应很快 直接吃围巾正面 还行还行还行 跑掉了还行 但QR这波有点硬啊 这拳 极哥都是红血的这个 这种感觉 就这种我的感觉 极哥稍微反应 如果说慢拍的话 可能就走远 嗯 QR定出来了 就这就是基本功啊 我说QR这个基本功 真的很恐怖 因为无论你怎么打 给他多大的压力 他最后都抱得出这坨兵 你说的没错 我感觉极哥 没事没事 极哥兵够多 但是 看吃多少亏吧 我觉得就是 看这几颗雷能炸多少个叉 哎呦 炸的 还可以吧 挺亏的 我就觉得 就同样的一波兵啊 QR给我的感觉 他这波兵很硬 他目的很清楚啊 他这波 他是用地雷先耗你的叉 对吧 耗完了 然后往回甩 再甩你的叉 没再来一坨 他的目的很清楚 这波 这是最关键的 就有些时候 你同样的兵出去 你可能就很盲目 然后他这样的话 他就在你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神兵手 都是被QR再这么一圈 就甩死了呀 甩着甩着就甩死了 对 他思路太清楚了 极哥良把立场放的还可以 好 不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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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波兵就没那么厉害 对 只要不朽来了 你这波兵就没那么厉害了 极哥现在追着打 追着打 因为有不朽里面 可以追着打 但是你不能跳过 漂亮地雷 还有白球 追了往回跳 一个一个跳 这波已经追得很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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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想办法去转型这个AOE了 对 他转这个自爆球 打得很好了 追击派 你在这个局面下 你没有AOE的话 你还是会不会耗死 我觉得极哥现在这个实力里平台未必打得过 不不不不 里平台还要比他强一点 还比他强一点 这个你不能乱 好 好了 下面 人口抓包一直摇得很紧 对 这个冷静切的 就这 我觉得今天的几场比赛 看得出来探机的这个绕叉绕得不错 嗯 对吧 每波绕叉都绕出他的东西 一个三线 这个三线打得可以 打得可以哦 这三线搞的Cure其实挺烦的 嗯 自爆球出来的话 机哥的正面能够稍微扛一扛 也能够稍微扛一扛 我现在发现就 出具象感觉 对于Cure这种人类选手来说 好像都可以了 对 就他有个时间点 他每个在这个时间点 他总会长 哎呦 这颗雷 这 至少这盘他还是跟得上Cure的正面 跟得上这个肯定 我觉得他最近进步了一点 你发现没有 知道在PVT这个对方里面进步了不少 打得比以前好了 但是呢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磨到大后期 然后你还是会慢慢的被干 因为对方的经验比你丰富太多了 这也没办法 一场隔一隔 这个完全看立场 没有AOE啊 解决不了这个部队 没有AOE怎么解决啊 他有AOE 他有那个自爆学 其实这波他的Cure也很烦 本禁掉了 手桥吧这个地方 看AOE怎么手桥 转一些引刀巨像 Cure家里面还是解决 巨像我倒觉得现在 巨像我倒觉得现在没用 家里面解决了很重要 解决了正面就可以安心跟你打 怎么说呢 三攻三防了 极哥马上三攻三防了 跟上一盘 就跟上一盘应该差不多是死盘 极哥三攻三防了呢 攻防肯定会领先一段时间 还在不停的绕叉 等巨像出来 你也领先不了多久好不好 我说巨像这个时候转出来 他只要有大量的追列 还是可以打的 就巨像这个兵种 你突然一下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 也不要多 三个对吧 只要有三个巨像 你正面就可以打了 因为你的部队现在其实质量很高 你有三个巨像 对方不好打你 在这几个插送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让比赛打很紧 Q2你把雷达已经确认你有巨像了 他开始要续围巾了 四个巨像 我觉得极哥要抓这个机会啊 抓这个timing 这个timing必须抓了 因为对方如果围巾续起来 你就打不进去了 对 围巾不够的 他就两三个围巾 你又四个巨像 刚才围巾还在防守插的时候 送了很多呀 这波抓不到吗 这个timing 这波是绝对要顶的 Q2其实很聪明 两波兵直接抽出去了 他知道你要抓timing了 引刀在这个时候 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了 多线防守 投好了 投好了没关系 我就正面这一拳 Q2现在也知道正面很难打 就正面 打情形要塞吧 上吧上吧上吧 Q2不会 守的呀这波 家里面我慢慢用引刀号 肯定守得住 就正面打 就正面打 这波有具象 就正面打是机会 有机会 但他没有能进吗这边 有有有 后面展开刷一排插 有能进 刷插插呀 这都刷呀 你家里面就 家里面就引刀手 怎么都守得住 对 你现在如果不打 不直接冲 你就把下面的框拆了 你还是优势 尽量不要去拆出兵 有个自爆球 有个自爆球 找机会大一下 找机会大一下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因为现在围巾成不了形 围巾是成不了形的 你现在就手动点围巾 点完续叉 对方 对方就算卡 卡这个东西 你四个具象的输出啊 是不是 死了呀 我觉得Q2 还有四个具象在 诶诶上面什么情况 上面什么情况 具象什么情况 诶怎么不要动原子弹啊 诶几个 诶不会吧 你妈的这种都能翻 一个原子弹 诶几个 看不到了 啊 啊 这都能翻 我的天 你今天状态有 你妈的这都能翻 老子他们醉了 你今天状态有点好 好不好 这他们都能翻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这个反正我真的醉了 这是不绝对优势吗 是绝对优势 但是你今天状态有点好 没别的 哎 我靠这都能翻 我他妈醉了 这颗原子弹 看傻了 人都傻了 他其实如果把下面那篇光拆了 也赢了 他想是直接拆出兵点 没错 我觉得没错 他冲那波是没错的 也没什么问题 但错就出了那个原子弹 这颗原子弹我靠 他不动这个原子弹 他还有四个巨像 后面续的那波追赖 还是顶死了 你妈这这样我想起来 他是 他是你妈的神 他是史上最强的星战 这个翻的真的是 我他妈的 四个巨像都A不死人 你妈你说吉姆打神 两个巨像A不死就算了 还有四个巨像都没打进去 这这这这现在已经就没得打了 本来是可以拿下这张比赛 我都很有机会拿一场比赛 这年自然大的看 我都觉得要赢了 刚才的一下 你现在过来不怕你了呀你今天 感谢球乃华南理工越办越好和 球乃我今年考研不顺利的一个飞机 这输了输了这个刚才那波输掉就没机会 他只能抓那个台美工再来 吉哥估计人都傻了 感谢球老现在所有观众挂科的一个飞机 没了没了没了 鸡鸡鸡鸡鸡鸡 打得不错这场 我说实话打得不错 我觉得鸡鸡鸡的基本功呢 的确比已经要强高了 要好一了要好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 都是认识的 有有目够赌 这场 对 但是呢 呃 总的来说呢 就是 在后期的处理上 还是需要 不 这一盘 完完全全 还是 有点 背 完完全全是因为你 好不好 毛是因为我 我靠 教徒 你妈要谢谢你 下次你妈好好吃你吃顿饭 毛就是因为我 你妈这还不因为你 哎 哎呀 这家图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这完完全全要怪我 这去吧 好了 下一场就是Coffee 对清本的这场比较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 好 好了我们要等下一场啊 稍微等一等 哎可怜了 你妈这活活 你妈被被被被你妈被弄死 好了看这场了啊 Coffee对清本 看这场看这场 Coffee打清本没什么机会 清本打这个比较弱的选手应该是非常非常稳 而且清本也是一个喜欢出具象的选手 喜欢出具象就证明了就是他要我问一下 但Coffee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感谢 感谢教徒的火箭啊 感谢教徒啊 来我家破场你妈的教徒 我操 感谢吴宇伦雅思考不到七分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嗯 把清本打Coffee真的输不了啊 你信我 很难输吧 清本的PVT太稳了 很难输 你们真的对清本有误会 不要因为清本输了一次王哥 你妈你就觉得清本你妈不靠谱 清本上赛季战队联赛打得挺好的 这是清本职业生涯最大的耻辱 这绝逼是他最大的耻辱 你想想看 被他妈王哥打死了我可 关键还被二比 是的 你妈的一个上来 上来一个妈韩国职业选手 还算是韩国妈比较强的职业选手 上来被你们中国业余联合打死 而且还有二比零我靠 感谢就叫罗伯特的一个飞机 被打死也就算了 而且完全是输在心里 他太虚了 而且他在乎这个比赛了 就上来他真的不想输 Coffee呢 这个选手的话呢 就他是有一个爆发力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有很有爆发力 在一拳上很有爆发力 嗯 战术呢也挺多的 Coffee比较喜欢打两空一步 但是 对你看清本多么稳 上来就已经电池点下去 你敢信 真的 那他 是不是王哥给他硬 他这么打所有中国人都是很硬 不不 他刚才野兵营嘛 他以为是 点个电池不是应该的吗 他不用没看到这个硬 有点虚正常的 他到底是不是肾虚嘛 每天你妈都那么虚 哎呀 这种球吻不想输 他不是很正常吗 哪有那么多 你妈的 我告诉他 他其实已经出现了 这个时候 但是他只不想丢人现眼 你说的没错 妈 输了多尴尬 输给中国选手 除了李陈南 他都觉得很丢人 王哥是可以吹一辈子了 可以吹了 他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清本 拿到一个什么世界冠军 好了 王哥你妈就又跳起来 如果不是当年歌的鞭策 他能拿世界冠军 好了 直接这边 咖啡是拼一下 三逼你 你妈这么说 你妈和苏菲还输给过那个呢 输给过那个谁啊 那个 他输给过谁啊 输给过接班人好像是 还是说不可能 啊 不不不 我觉得他 你妈接班人怎么可能 哎 接班人连木纹都没打过 那妈说个锤子 这是接 这是接班人人一声 你妈的 最高光 他人生的 他人生的 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我输给过第一 我 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是 哎 对 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是 那个合作模式拿冠军 在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不是啊 他人生最 不是我说单挑嘛 啊 他单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就是有一次跟木纹打 打了你妈二十几分钟 两个人打的你妈有来有回 我在旁边都快看睡着了 就在一个高效赛的表演赛上面 本来别人木纹过来是打魔兽的 就表演魔兽的 然后你妈的 然后主办方硬要 木纹说以前你以前也打过星期二里 也是职业选手 让现场的兄弟们去挑战一下木纹 星期二 然后接班人你妈跳起来 就上去跟木纹打 打了你妈二十几分钟 两个人互相什么 穿狗穿蟑螂 什么埋地移动各种 你妈他有来有回我靠 那不应该很精彩吗 就你妈的卓呀 两个人 互卓你知道吗 卓 我在妈旁边都快睡着了 妈一觉醒来 怎么还在卓啊 这两个人 我感觉咖啡这波上去可能要遭重啊 观众问问为什么不打星期二打不动啊 被人虐天天被人虐你妈的 那并不是说 你一个项目的 另一个项目你也可以 你不一定就会是顶级选手的呀 木纹打星期二 打不动啊 上来被人各种虐 然后就然后就不打 当然我觉得 这个东西天赋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你要喜欢的人 而且年纪也大了 对年纪也大了 年纪也大了 哪那么容易转型 而且他转型的时候 他刚上来 你要知道韩国有多少人在拼命 对 对吧 那么多人拼 他为什么他拼得出来吗 年纪那么大了 很难拼得出来的 令其实比他强多了 令在打星期二这个上面 令要比木纹强很多 可能很有实力 好了 这个是Coffee战术最强势的一波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过来差不多 布林克也好了 在追的各种战便宜 Coffee这拳 冰 还可以 但是 光头好像有点不够多 就两个光头 并没有那么大威力 如果这个时候有四到六个光头 其实怼起来就很厉害了 你看那个Cure出来的时候 每次都是四到六个光头 好了 有四个了 四个其实顶起来就有威力了 但是他还是挺怕立场的 怕被隔嘛 Coffee这个局面 他一定要撕开一个 否则这局面很难了 在这个位置可以 可以可以 抓到了 可以可以 他忘记扎针呐 他还在 他也没注意到对方不对 如果他是先注意到 他先扎针 这四个 四个烧兵一个都走不掉 对 对吧 他没有注意 Coffee还接了一拳啊 这后面这拳其实有点多了 哪里我换了我 但基本巨像出来了 我换了我绝对直接all in了 我换了我绝对直接all in了 巨像出来之后呢 清本这个正面的部队 有打得比较辛苦 加一下但是有立场 有立场 先进去 完了被包了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这波地雷炸得还可以 大家损失很多啊 但巨上来了 巨上来了 没机会了 巨上来了 主要还冲个路口 你冲不进去 如果不冲路口 我觉得还有机会 家里面中差 打不进去啊 这个就是 Coffee还是很有天赋 Coffee天赋还挺高的 不过 不过虽然天赋高 但是他本身我觉得 并不特别的刻苦 所以说 就这个天赋实在是有点被他浪费的 你天赋高的选手 你到最后 你还是要通过刻苦 你还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天赋 他可以很快的到达这个水平线 但是再往上走的话 还是要猛烈的 对 因为到达这个水平线 对于他来说 其实 就不难嘛 不难 他肯定苦练过才能到达这个水平线 感谢球呐我考研 不能上北大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但是还不够 还差得远 因为Coffee 因为Dota打得也不错 Coffee其实就是一个翻版的沙纳 对 什么都打得还不错 对 就是他翻版的沙纳 但这样的选手 虽然说天赋高 的确打游戏是快料 但是呢 就也正因为他天赋高 所以他什么游戏都能够迅速摸到 摸到一个点 摸到敲门嘛 马上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手 对 就会成为一个比较 就水平较高的一个选手 对 然后呢 他就开始 就打到达了一顶其之后 他就开始懈怠 可能就有比如说到了一个瓶颈 他就不愿意再吃了疯苦往上走 他就打其他游戏去了 对 因为这正反馈就比较少 有段时间 他可能上来进步很快 他就很想练很想练很想练 然后练到一个地方 然后突然觉得哎呀你妈好累 就换个游戏 又去找那个进步的那个正反馈了 对 就还有就是像这种 这种有天赋的选手 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时候是无法 自己战一个游戏都失败 嗯 就如果这游戏他们一下子就 好闪电风路 这边闪电风路了 被打了个双线 我靠这个就这个位置 其实很伤啊 被闪电这样的 还好他兵还是拉开了 双线被打了呀 在正面这一头怎么跌 新本现在双线各种A 这两个巨像还是有点凶的 继续了继续了 打不过 被双线一拉拉死了 哎想想想想想那天我们是我们的三个IG 再加一个 如果再加一个Coffee就在上面 那失败者联盟 不他们不应该叫失败者联盟 应该叫你妈的失败者大王 失败是大天王 你从来我追不到新元解一的一个火箭啊 感谢盛亏 盛亏你妈疯狂暗示了 你妈受不了 他想暗示什么吗 我不懂啊 我也不懂 妈的大家自己猜 我操 这妈的 他又很贱你知道吗 感谢来我今年找不到好工作的一个飞机 我知道你是很烦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烦 他是每天都在想着什么带节奏 是啊 是你妈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scboy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也是微信 最新之老男孩 大家可以收拾一下 对 然后可以解锁浩瀚哥不快乐的秘密 可以解锁浩瀚哥快乐的秘密 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 Cover的确现在如果说国内的话 就已经成为了国内的第二 感谢球老现在我旧业失败的一个飞机 凌鸟哥现在有点打不过 对 破费直接 这看 没没看到 我靠 这个位置有点凶哦 这你妈 亲本不又被阴了吧 不好说 如果万一以后每一个博士跟你妈跟亲本打都放在战术 很难受呀 他会疯掉 肯定会疯掉 每个人都放老子战术 我跟你们真的说 Cover的Dota真的打得有点好 你们妈比较小看 多少分吧 大概7000多一点吧 那多少分能打职业吗 我觉得7000分就能找个最大职业了 真的假的 7000分大概星期什么实力 7000分我不知道啊 7000多一点还可以吧 你问他们呀 咱们弹幕肯定知道7000分什么实力的 7000分怎么实力的 你们 7000分可以打职业啊 你们确定啊 可以的呀 韩 韩宗他们说至少是 7000分能打辅助 10点 因为之前 那我 我就正跟你们说 之前有段时间不是那个 他不是在IG吗 那 IG不是也有Dota队的吗 然后不是IG有段时间不是缺人吗 就缺人就跑去跟他说 要不你到我们队打辅助吧 然后 然后 Coffee说不 我要打 我要打Carrie 然后你妈 IG觉得他实力还不够打Carrie 就没有他 那 多少分能打Carrie 我不知道呀 最强的100名 他 你妈的 他平时排是能排到什么 没必要这些人的呀 但为什么 有那么强的人在 他跟什么 李天男教育的一个人 打Dota还是老实 哈哈 你妈Dota 一个人不行的呀 你知道的吗 一个人不行 一个人把人拯救世界的吗 一个人拯救世界 背不住这几个人送呀 我靠 反正我告诉你 以后OMG 我就是天子 主C7000分不行 你要9000分才行 这样子 最练压得不错 这Coffee很难受啊 因为第一个死神 是被四个农民围掉了 所以说 很伤 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没打到 开局又亏了 Coffee开局亏 基本上就输了 而且Coffee的心态很容易崩 很容易崩心态 对Coffee有一个特点就是 打得很干净 一烈士就退了 只要有烈士他觉得打不了就退了 有点像Infe Infe也是 就是烈士他觉得打不了就退了 他也不拖你带水 不跟你搞这样搞这样 对吧 顶尖选手可能有自己的判断 虽然少了那一份韧性 但就他赢了 赢了他妈的他怎么吹都可以 就跟那个打 但我告诉你 就跟那个WCG 我 是一样的 就我我而言的话 我是 不喜欢 就准备放弃 我还是希望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打打看 他赢了 就是WCG 他不是上来就上来两分钟 决赛就退了一场 然后最后他不是把Fly赢了吗 对啊 怎么吹都可以 那老师 对 输了你骂的他也接受 你骂的输了 反正你骂我好了 骂的我就没名气 我靠 对不对 我赢了 我每一场 我每一场 你说我现在打心情是这样的 我每一场心情都是要 真的到了没有机会 说白了就是你要 你可以赌对手失误嘛 对啊 我会很耐心的去继续的 去赢 去暴飞 然后 慢慢打嘛 这输了也没办法嘛 你你总会觉得等对手失误嘛 万一对手走位失误呢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怎么在喊泪甩费 对啊 你上有一次不是喊泪甩费 哼 好 你行你要来咯 但OB刚刚好 清本什么都算到 输了呀 这根本 抗菲只要是烈士 不可能打得抗清本把优势 还有一点机会 不优势就追着你 咖啡就是那种烈士,就马上退,优势就把人往死里打 没错的呀 绝对不给你活路 这个咖啡我感觉挂了呀,这个 输了 你坦克没法全部护住的呀 反手就把坦克跳了,反手就跳坦克 对吧 就把坦克这么加就反手一个 这时候其实第一时间你就应该有被跳坦克的这样的阴影 还要被跳吗,还要被跳坦克,哎呀我靠 可以跳呀干嘛,为什么不能跳啊 好,两个女儿进家,最后搏一枪 没机会,这这这OV都跟着的 哎,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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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叽了叽叽 他真打不过清本 这个没办法,打不过估计啊,清本的确还是有事 好了,我们那前面的市场比赛 现在可以看出啊,几乎 清本凡是全胜吧,他肯定出现了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选战就在于探机 然后这个 帮你谁是第三,谁是故事 基本上来说的话 探机已经锁定的这个出现名额了 Covid这场输了之后,基本上是没有机会 感谢球老,现在我拿不到LSE offer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那下一场就是 帮你对GoGoJoy 帮你要对阵GoGoJoy 对 这场帮你 然后再下一场就是交 再下一场就是交点 对,Q2打清本这场应该会非常精彩 基本上Covid已经没了啊,不用再想 对 Covid已经没了 他们战队联赛办这么久 国手水平没提升 其实还是提升的一点的 我我跟你们说实话 还是提升的一点 只是说还不够 还不够 提升的肯定提升的一点 你信我 其实我就告诉你们 每个选手都在提升 是提升的 别人也在进步的 对 别人在进步 然后国手进步的也还不够 提升肯定提升的 至少练习上来说也努力一点 感谢球老现在ZYT不顺我心意的一个飞机 感谢这位兄弟 对吧 你比如说夜碟 你说提高了没有吗 肯定提高了 Covid其实也提高了 对 对吧 Michael Seid都提高了 Michael Seid都提高了 对 你说那几个老选手 比如说你鸟喝西瓜这些 他本来也没什么提高的 对吧 这种他们没提高是很正常的 但其他的这些选手都往上走了点 什么解释啊 那些都提升了一点 就星际的游戏整体呢 还是 还是在网上走的 就所有选手都还在网上走 但是呢 你们不能期望什么鸟哥西瓜呀 他们网上提高了 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 对不对吗 他们年纪有点大了 他们肯定是走下坡路了 你不可能说他们他们这个时候还疯狂往上提高 不可能 Michael Seid也是一样的 不可能再疯狂往上提高了 Michael Seid你能说创造一些战术 然后这个战术的前期啊 让别人有点看不懂 然后他能够赢 你拿下几张比赛 但星际生败二这游戏呢 就是一旦创造什么战术 别人对你进行这个战术的研究之后 你这战术就不吃香了 极客极客也提高了一点 极客也提高了一点 对 你再有创造 你也不可能一个礼拜去研究你的战术 这是现实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大家还是就在体系的就差不多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拼一个拼一个这个实力 基本功 甚至拼个多线抗压 这是很正常 到最后就拼这些东西了 那我每次你们要跟黄哥打的时候 都是特别打TPT都紧张的一笔 我告诉你 就那个水平其实不是我们两个的水平 我们两个要比那个时候抢 但是我们两个到那个时候就是感觉 就很激烈 就很激烈你知道吗 是的呀 就我都能感觉到比赛有多激烈 可能你们 你们看的人可能感觉不出来 但我们打的人就感觉很激烈 比较激烈 他们魔兽为什么还是这些人的打 魔兽也是呀 没新人呀 对吧 没新人那自然自然老子那些人都在打 新际也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就未来比如说国内没有什么新人的 你看到什么世界的鸟哥 我觉得每个游戏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对啊 你遇到没有新人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而且像这样 你想想看我随便 不包括魔兽星际 你想想看你妈的Dota 对啊 也没什么新人呀 也没什么新人呀 妈的may be 妈的都已经说了多少年的新人网了 对 新人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 而且我们说竞技类游戏 特别是这种重竞技的游戏 如果你的这个选手池不够大 不是选手池 就玩家池不够大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新人进去 你妈的被虐成狗 然后就没有新人了 对 就天地环境会越来越恶劣 就新人进入的成本太高了 妈进来都是老B 每个都打的还挺好的 你没什么新人 你妈的就怎么打嘛 就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们 就说多谈来说的话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Bernie是吧 在我印象中 他现在还是 有点实力 但他已经早就当组合了 但是说 就没有一个人 有Bernie这种称号 你知道吗 就说明没有新人出来 这 干嘛Bernie是很猛的呀 干嘛啦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但是 你马上就 马上就 马上就 新人就会越来越少 你看着嘛 任何项目都这样的 你现在鲁啊鲁这些 还有新人 是因为他的确职业环境 做得不错 然后他的学 玩家池够大 所以总是能出现一些新人 你玩家池小 就会越来越小 这个就是恶性循环 对对 所以 所以经常我 我都在说 你妈的这种像 比如说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 经常原创的这种什么 什么妈跟你装点什么机器人啊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装个机器人 搞个AI什么的 就是这种好像就 就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傻 你妈什么骗傻子 不是的 我说真的你搞个这种机器人 机器人在初期啊 对新人的这种引导是很重要的 对啊 感谢球呐 我今年结不了婚和 我拿不了博士offer的一个飞机 真的啊 你你比如说你你这种吃鸡的游戏 你上来就是这种手游吃鸡 你上来上来上来几盘 都是匹配到都是机器人吧 什么王正荣这些匹配都是机器人吧 你匹配机器人 其实对对新手玩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你把你感觉上来你自己就是神我靠 各种杀 然后你就打打得有筋的嘛 说白了 你打星际星际他妈也应该做机器人 我跟你说就上来你妈这种青铜青铜玩家上来匹配那几盘 就跟就跟机器人打打 他打得还挺开心的 你稍微做的好一点就看起来像人嘛 对吧 所以你妈星际做阿法星他就应该这么做 看起来像人 妈我跟你说上一次 上一次我我我不是无聊吗 啊 无聊打我玩那个玩那个什么 就刚开始刺激战场吧还是什么 反正玩了一个刺激战游戏 是吧 然后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对扫 对扫了30秒 没有人扫了 最后我一个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是的呀 你妈我都不敢相信好吗 我趴在那边看到他们两个在那边 这边是双大河 帮你又使出了自己双大河的这套套路 这个套路是帮你之前在这个 宅男背上用的他创的这套战术是 对吧 双大河的战术是他创的 已经已经结束了 这盘 歌都已经输了 这个双大河只要跳出来 基本上是从不是就对于从不来说是必杀的 这个战术是帮你创的 之前在宅男背上创过一次 你无法承受 从不是无法承受装大河 而且后面大河是不停地付过来 真的我跟你说 开机器人很重要的 你心机你就不要搞了个什么模拟战那些东西 你就妈上来我上来这种刚上来的玩家 对吧你这个号比较新的那种号 你上来匹配的就是就是机器人 你让他打的爽一点 你妈上来他还能虐几个人 说不定他就有学习的动力了 他他赢了几盘 他比如说赢了个五六盘 他后来他输的输输一盘 他真的匹配到人 他打不过他输了 对吧他他也有学习的动力 他在想为什么自己会说 你妈上来第一盘 什么都没摸清楚 你妈就被人暴打 还被虐我靠 那么打完直接游戏就删了 还打个毛打我靠 关键被人暴打被捏之后 还有还有可能被嘲讽 对啊被嘲讽被侮辱 你妈的那有什么好打的吗 好了双大河 这个双大河绝对是 直接就开傻掉了 这双大河 打破临界点的双大河上来 就打破临界点的 后面大河还没许 然后大河会越来越多 对啊 关键两个跳完是四个 你女皇绝对去不过来 大河炮马上好 大河炮只要一好 对于这个 大河炮一好 就又死两个了一个 又死两个女皇啊 直接可以打秒防攻了 我以前你们真别说 我以前打星机 最早打星机的时候 就被人吵 妈是什么 跑过来 跑过来跟我说什么 农民给我杀两个 就不来打你 然后妈很屈辱的 农民就拉上去给他杀 只是为了你们多玩会儿 这个游戏 是的呀 妈游戏有东西吗 主要现在跟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以前打星机 或者打什么 CS 打红警这些东西 妈以前只有这个游戏 我被虐了 妈我想办法虐回来 对吧 因为没有游戏打 妈现在 那么多游戏 现在那么多游戏 我只要被人干了 那妈我换个游戏玩好了 妈干嘛要玩你这个 以前刚刚星际 刚刚有的时候 我当时是打 你们帝国时代打红警 打三角洲的 还有打雷神之锤的 对吧 对吧 然后看到他们都要打星机 那我也去打打看 因为我在帝国时代和红警 也算是一杆强 算是个高手 对 然后上一局里妈就很屈辱 妈就感觉就交税 我每过一分钟就拖两个农民 到我自己门口被我打 不打的话我就在打你 当时都这种 当时因为不会玩嘛 然后就很屈辱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然后当我当我把就造那个人 那个地堡 我造了三个人地堡 开始开始想嚣张的时候 发了被他什么坎特架脸 我看有观众说梦阳 什么的又开始我没骗你们呀 我真的还可以 哎我跟你们说梦阳也是个二五仔 你妈她经常看直播 我没事在我微信上BBB 她也是个二不仔 你们不要觉得她以前是世界冠军 就怎么了 我告诉你们 以前 我再说一遍 帝国时代二 以前我们就是三本才可以打 出那个三本 我们就说好 就三本我们不出那个什么 宫殿兵的 因为宫殿兵那个商朝 宫殿兵太猛了 就是那个马车的宫殿兵 我们都是出的是那种近战的 这种骑马那种兵 叫骑兵 对吧 然后三本开始打 谁先是到三本 谁优势就很大 当时 他们说你找机会拨一下 你不要BB 我先他们说 当时我找了一套 捕鱼流 对吧 很多人开始都第一 开始肯定是挖果子的 这个很正常 然后之后可能你 你可能是 因为你还没到二本 那你可能杀点鹿 杀点大象 像这种挖肉什么的 然后二本可能中天 这样的话你吃就很慢 他们不是什么 他们不是什么 什么多少分钟能升到哪一个阶段 就很强吗 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话你说的没错 我是我们这边升级最快的 我八分零一秒就升到三级 非常非常快 他们不是说什么十三分钟能升到一个什么等级 就很厉害了吗 十三分钟升三级的都是太低 不是三级吧 估计还有后面等级吧 我也不是太清楚 不是我说的 你们应该知道了 什么找果子 运气好的可能 你一片果子找完之后 你能找第二 你能找第二片果子 找到第二片果子的话 你就能够确保自己种田了 然后田可以无限的 那有个技巧可以无限的 出奇兵 然后你有辆小车可以 他们说是十三分钟能出奇兵 就很厉害了 我不骗得没有 挖鱼很快来挖鱼 我真不骗得 挖鱼不是用鱼船去挖 而是用农民去擦鱼 就找那种鱼比较近的 用农民可以擦的 特别快 我就问你 你打得过法人吗 没打过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能干他 你不要打不过法人 那之后吹了那么多 你们不信就算了 我跟你们说的东西 你们打过帝国时代 人都应该知道的 对不对 我又不骗你们 对不对 因为到了三本之后 你还要挖点黄金 因为那个骑兵是要黄金来 然后我们从来都不造塔 因为造塔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也有这种打法是猥琐 开始就猥琐 走一走到这种 最高的等于四本 基本出那种什么 百夫长来插我的那个 插我那个 那个什么 就骑兵 我就打不过他了 但我们可以出 鲁车和投资 但我们一般中级鲁车 肯定是鲁车 没有投资车 投资车 哎呀老师不会玩 你不要吹了 我靠烦死了 吹了半天 我都不会玩 反正他们听你讲了半天 半天好像也 也听不懂你在说啥 百夫长 他们说这个招 百夫长是 哎反正 反正我就告诉你 蟑螂一波啊 你看比赛看比赛 蟑螂火蟑螂一波 我觉得这个勾就已经打得没信心的 对 完全没信心的 直接蟑螂火蟑螂一波了 这个蟑螂火蟑螂一波还是感觉有点 不过你也太早了 应该没什么机会 他这个蟑螂火蟑螂一波也只是过来下下你 然后真正的目的还是运 帮你也没有反应过度啊 他直接可以 待会实在打不进 他打不过 他直接可以选择放弃这个 下面这个 只要有个这个宝 你就很难打得出去 他反正也开始运营了 马上坦克出来了 这问题都不大 帮你也知道你是在下我 也没打到什么东西 说实话 嗯 就这样坦克也叫好了 我我本来感觉 这也不亏 不亏 打得还行 亏到不亏 不亏啊 因为压的他并没有招太多兵 邦尼又是走双VS吗 双VS大合了 又又漂大合 那不 那不哥哥卷又傻了 你妈一会儿 又是双VS大合 这个双VS大合 我摸的良性费 真的非常群杀 只要出来 就打破零界点 就死了 对 对吧 大家记住 你们选好这一招 打接班人 你们只要这一招 能够成功 这一班人稳化吧 我说的 飞进去就退了 那你说有没有道理 没什么错 你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 这招唯一的风险 就是在你大合没出来之前 是一个非常偷的一个状态 对 好了这个进去基本上就没了 虽然你VS很快 但是很可能被抓到一个timing 对 对 这盘VS够快还能打打 这盘应该是打这些话了吧 不过呢 这盘呢 哦 这个 这个 这盘VS的二本 包括他的浮龙塔 有点 意向不到的快 哦 这边邦尼还是选择的是生化部队 也没什么问题吧 哥哥卷是很快的出了腐化 他在等啊 帮你这边等一会儿 他等大河炮 但对方有腐化了 其实也就占点便宜 怎么说呢腐化的话 因为我这边邦尼是一个 邦尼是一个这个生化部队 你如果说 贸然的出腐化杖了 你可能在我被生化部队 我抵穿的 他应该是以为对方是那个 看到你的大河炮 更加确定你是一个直接化 对 走了呀别别那个的呀 我抵穿现在蟑螂腐化爆得很海啊 人口是相当的高 他已经默认了对手是一个直接化的开机 但这个默认会让他很痛苦 好了这个更加默认了这个事啊 这个太大 这个绝对默认了呀 好尴尬我跟你说 那你蟑螂过去干嘛 他可以飞的呀 他直接跳回来对吧 对啊 对啊 这蟑螂过去什么意思啊 用点架坦克 这够 挡不住我回去就完了呀 直接四个大河跳在脸上 你这怎么办吧 再挡个毛啊 输了输了输了 这个已经输了 大河你们打火 蟑螂很快的好不好 是的呀 蟑螂也很快 这个基本上已经输了 太亏了 刚才的下 好了他剩下的一波 生化部队带四个大河推出来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哥哥就已经意识到 对方是那个转 神话不对了 他也在转龙骨毒吧 晚了呀 有点来不及了 晚了呀 他他在腐化 关键腐化能不能打 天空的大河 太亏了他这波 人家刷浩瀚哥生日快乐 你妈的 浩瀚哥你妈的 帮你赢他妈的 赢勾勾就也不是应该的嘛 那如果帮你真的连勾勾就也都赢不来的话 那他就真的是赢了呀 那你妈浩瀚哥很不快乐好吧 哼 再说浩瀚哥也不是每天都生日吧 你妈他每天其实过得也不快乐 你不要觉得他很快乐 你妈蛮痛苦的 浩瀚哥其实挺痛苦的 每天忙的一笔 现在趁现在这个 现在也乱喷了 这波大河是可以跑路的 四个大河就是防空 算什么嘛 对没办法 就是一个防空根本就是无事 我来一个死一个 好了你浮华回来我就飞 再打毛啊 气不气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 气有用吗 我就问你气有用吗 待会儿等到 其实这个局面 我觉得邦尼是没有必要空头 空头对邦尼来说没有 哎呦 把他腐化待会儿不要连大河都打不过 帮你一会儿一拳推出来 根本挡不住 我发现他折回去吗 他还进去土别的地了 他还没折回去啊 他有大河的你怎么土吗 这这哎 这可连大河的都打不过了 好惨啊 我就觉得 真的好惨这番打的 好了大河再绕过去 真的好惨 这边框再拆一遍 有力又使不出 然后就感觉 就在等死 你就是不是这种感觉吧 其实我觉得真的 邦尼也真的操作也不行 他就没好好操作了 就随便在那里 大河这样搞 谁能顶得过 真的就等死的状态 这个打不过了 顶着防空都被杀 反正很难受 现在这个状态 直接退了直接退了 你妈这种等死的状态是最难受的 哎 董哥哥哥交的 真的是遭重了这次比赛 ных 那邦尼已经顺利出现了 最后一场 就是她跟Cover打得出最重要 对 他已经顺利出现了 下一场是Q要对清本 这场其实比较精彩一点 大家千万帝主帮你这个 两个大合的开 只要前期顺利开出来了 打同族就一个 就两个字直接杀 你不注意你就遭重 反正就是 对几乎是觉得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大合和两个大合 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大合 你五六个女王 带一个防护是文手 两个大合 你五六个女王 带一个防护未必是 对特别是带大合炮的 上了你就少两个 对 一不注意少两个 然后对方就对方就打破 当你练好了 当你练好了 这个两VS出大合之后 建议再练一套 再练一招 也VS 也一个VS出大合 就两个也是两个VS 这一招更简 你天天教别人这些东西好不好 我注意 这一招你们只要学乎的 在国府县城 你们能秒杀99%的数 就无往不利呢 你的说法就是 绝对无往不利 接班这种绝对打不过你 我就问问告诉你 好这一场就是双方的 就这个小组最强的 应该说是一个小组一的 对 这两个人长那么像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这两个人都很 都长得很像李平台 可能你们只讨厌 亲本体发的更像李平台 是有点像 对不对 讲真的是有点像 相对来说亲本更像一点 是有点像 你们好好看一看 亲本很像李平台 这个是真的 是的 我不骗你们的 你们先看 你们先张照片应该这样看 先看Q 看完Q再看亲本 看完亲本再看李平台 你们就会觉得你妈三个人 他妈是长得差不多 是有点像 是有点像 他们他们 特别李平台跟亲本有点像 是的呀 但李平台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的亲本胆子还挺帅的 他为什么不承认 哎李平台不觉得亲本帅呀 关键事 这是最关键的 我就会 我们也不觉得亲本很帅 我现在也没有人会觉得亲本很帅 但是什么像就是像 反正李平台就不想承认这一点 我就这样跟你说 没有什么原因 就单纯的不想承认 你亲戚不是最近家里面在装修满的 然后呢 他说他跟我他最近很痛苦 不能在地穴玩 不能在地穴玩电脑 现在电脑都没有 他玩电脑 他有电脑 他不是该买了一台吗 他放公司了 对呀 我在下棋 我没下棋啊 我靠 那个那个黄旭东是盛亏 我没下棋啊 有人在用我的号吗 不是 是你亲戚在用你的号 对啊 我没下棋啊 我 我的妈的在结束比赛 我下个毛棋啊 我下我靠 这两个人的选 这两个人比赛 我们可以直接一看 对 这场比赛两个人 其实打得都挺好的 当然了 清本我觉得 这个胜算 稍微还是小 Q还是要比清本强 两个黄旭东在下棋 真的假的 谁在用我号吗 谁知道 谁知道 谁在用你号吗 不知道呀 这你吗 那就是下一可 这你吗 哎 为什么你妈的 你们都要说下一可 是我小号吗 你们这些狗鼻 你妈的 天呆你妈的 说下一可 是我小号 这边 VS开啊 找带恋 我没找带恋 我妈的 我怎么可能找带恋吗 我跟你说了 我自己会慢慢地打上去的 你们不要急 我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不不你 你要打那些东西多了 你妈的 是不是 Jump King 你就放弃了 我没放弃啊 好玩吗 什么 你不是说 Jump King很好玩吗 Jump King是蛮好玩的呀 对不对 你妈的 还有 虚空机的战役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坑给剪了 好不好 妈的 你妈不要再说 你妈越牵越拖了 还有 两个火车进去了 你自己说嘛 两个火车进去了 这个 虚空虚空虚空 那个 这个仙子还好 对不对 虚空自宜的战役 来 诺娃战役 妈的 我帮你 随便输入你的战役 那有点多啊 黄哥 这 那这个 都有人 微信 微信找到我说 跟我说 你妈快点 把新写的战役打完 并不是说要看 只是说 你妈这样很难受 这 算算算 欠太多了 冰封网络的战役 魔兽战役 等那边是九亚更新的 九亚会打的 你们不要慌啊 等更新了 好不好 不慌 不要慌 是的呀 九哥不会欠你们的 你们不要慌啊 茶杯头 这个东西 我马上就打到第三 第三关了 不要慌 这个游戏并不难打 当然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我的话 的确打得还比较好 导弹车 女瑶 怎么怎么感觉 破了戒话呀 你不觉得他要戒话吗 机械话 我觉得戒话打 GP好吗 没必要呀 还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反正没什么必要机会 对 就目前而言的话 我看清本还是 他老名 一句下的 来看一看吧 这个其实把三关 如果压得很伤啊 对 还有个女心女腰 这把负话还可以 两个都一起倒出来了 巨像 巨像打揭话 其实没有揭话了 转回生化了 他不是解怀 他不是解怀 但是我觉得他 出的有点 对 看他了一下 巨像这个部队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清本好像不太出其他的部队的 对 他很喜欢 对不对吗 我觉得清本其实只出巨像的 他而且他最强的 就是那四个巨像 A的那一波 特别 这个麻烦了 这个地方 他没想到第二个女啊 主要是第二时间切很 这个其实就姑密火喜欢用的 对 姑密火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点 你妈的搞搞搞一个这种 但还好 还好还好 没杀到太多东西 还好 这局势呢 双方差不多 嗯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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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本最强的 那个手 然后手到四个巨像 反扑了一波 他正面的这个操作非常好 清本的PVT 你们都记住 很朴实 不华丽 很朴实 但很实用 对 就是就是四巨像那一拳 哎呦 这妈什么都没烧到啊 回城吧 他有CD吗 还是有能量吗 没有CD没能量 哎呦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死他就死了 反正家里边巨像也转出来了 就这样吧 是不是 不不 先知还是不能 先知你还是要造 造那个 偷窥的 他走不掉了呀 巨像散电 他是这样的一个双 不是出自暴球 他可能过一会儿 就是先打一会儿 再补自暴球 可能是 对 还都会出自暴球 就变成三个 不然他的比亚 比亚产能 这控制 出这个不朽也不行啊 直接四开 他比亚产能最后还是会补这个自暴球的 他现在在补不朽 双方现在开始一个憋的节奏了 Q的人口上升得非常非常的快 对 两个都不敢接触 Q感觉要 续这个围巾了 他已经意识到你 可能是出具象 继续憋吧 憋这个多AOE 新闻现在等你出门 他这个神点 你出门 他就打你晃 对 这个 就是 这个 他的这个细节 其实 我觉得 就 今天我们看到 机哥做的也不错 我们的 那清本其实做的也还是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绕他 这边空头 这个绕他事件你做好了 有可能能够自己 尝试 他下面是不是有意识你要搞我呀 看到没 对呀 你玩好有意识啊 这就是实力啊 清本直接冲了 冲你怎么冲出来 他有闪电 他有闪电的哦 报说 一把 两把 哎呦 还有两把吧 这这 这两把有点通啊 这一排老子还不信Q 他妈不死我靠 我告诉你 这个绝对是清本 哎呀 这直接绕冰拼的 两个人拼的 清本就是这一拳 特别厉害 真的有点刚他这一拳 家里面被拆 两个人比抗压了啊 比抗压了 妈老子清本 妈老子还不信Q而不死 家里面被各种拆 但家里面应该守得住 守得住守得住 我回城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抗压也太吉巴强了 我觉得 家里面也有兵 对吧 两个人抗压都很强 两攻好了 这边清本 直接换农民 冲下来 冲这个路口 有三个不朽的 你来吧 你把巨匠打了也没什么用 三个不朽 两个白球 你来 不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基地打完 真的可以回城吗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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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了 别 可以了 便宜占够了 赢了已经 已经赢了 不用走了 已经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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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也无所谓了 憋肥 他哪边帮他踩了 对 已经赢了 他外面还有篇框 我再跟你说一句 我上个射手 清本的PVT 一路化尽 我都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清本很强 你们不信我 感谢球员 我追不到星原结义的一个火箭 感谢深亏 对不对吗 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他的PVT是韩国顶点PVT 你们非要觉得我妈的乱找 你们非要觉得我妈的乱找 清本得想王柯越牛逼 不真的就是清本打的还打的还可以 只要干大屁股的人都是我盛亏的朋友 你妈哪个鸡 哎呀我 皮修有点多啊 皮修的队 你干不过呀 阿亏 皮修你妈的还有 皮修还有Lakery的和老干爹 你妈的 他还投了一技 你妈的 他队有点多 你不一定打得过 皮修手里面有四个队 你以为就一个大屁股吗 真人快打 他真人 真人 可以一战 你们两个不计 好了 我来了 哎 玩个人呢 我靠 我在 我在 我说皮修队有点多 我说阿亏 你妈的打不过 皮修 阿亏是打不过的呀 我说皮修 他不止一个大屁股吗 皮修不是还有什么雷奎的一技 什么老干爹这种 对的对的 还有点东西的呀 他 还可以 皮修还可以 他雷奎的好像赚了不少 对不对吗 雷奎的还 这做的还可以 好了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琴本是算是拿下了一拳 能把欧击买了干他们 这 哎 雷奎的多他现在是不是只有 只有那个 雷奎的多他是不是只有只有欧击能干的 你问他们 我不懂 这件事情 雷奎的多他不是跑路的吗 都 怎么这个事情我真不懂 雷奎的多他是不是都跑路了 我记得我记得好像是是他们队跑路了 对啊 这五个人不是自己去成立了个什么队 然后跑了吗 咱们说雷奎的现在就CSGO还行 其他都不行 雷奎那么去软 他们走了呀 他们那五个人就自己去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你知道吗 就他口气算了个账嘛 就算了你妈的分给分给雷奎的的钱 或者怎么样的 还不如自己搞俱乐部投入 对吧 他因为TF是他拿拿拿钱拿的很多嘛 他算了一下 你妈分俱乐部分的还不如我们自己 自己找点找点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弄了 那自己品牌也是自己的 俱乐部也是自己的 那倒也是 对啊 那五个选手这么想呀 然后他们五个人抱团就把俱乐部提了 对啊 对对对 市场的他们就这么算账的呀 那说明他们很有自信呀 是有自信啊 有实力嘛就有自信呀 他们就这么算账的呀 亏了赚的都是算自己的 对啊 国外俱乐部不分队员奖金 应该分的吧 不分他干嘛要这样踢掉踢掉俱乐部呢 或者要么就是那几个人觉得有钱 那反正我请几个工作人员 那我以后做出来的俱乐部啊什么的都是自己 对吧 招商什么的都是自己 我都觉得 他肯定是要想的 如果不 如果不分的话 应该分的吧 我觉得不分不太可能吧 反正中国的一些多大俱乐部我算都是分的 啊结果结果游不出来了 被干了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大概是这样 因为中国的俱乐部大概会象征性的分一点 大概分个10%到15% 对啊 我因为我听他们那些俱乐部说过 就好像Ti的奖金是分10到15 而且你是六人分 教练也是 对教练教练也算在这个里面 也会分一些东西 因为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自己的比例 对吧 俱乐部有自己的比例 然后教练有自己的比例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就很正确 教练不出了 那得到回报 那说明别人也认可你 对对对对 我是听听那个俱乐部的人在说的 你分的你分的少 那你给的工资就 比如说你俱乐部分10%到15% 那你可能给的工资就不需要特别多 你分的多那你工资就要给的多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中间有很多条款要谈的 比如说俱乐部招了伤 对吧 那怎么说 这东西都是一样的 靠不靠你招伤 都是一个问题 反正很复杂 我说俱乐部合同挺复杂的 反正又没拿到冠军 分不到几 趁 怎么说呢 开场开局的话 其实差不多吧 差不多两边 两边走了个流程 对 就走了个流程 我们那个时代俱乐部 你们只要安心发工资 什么就是就很好 分钱是肯定要分的 这不用想 啊要分吗 要分的呀 你忘了 忘了你们以后母红书 哦 对对对 肯定要分的呀 那你知道凭什么俱乐部 给你工资吗 对对对对 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我 对对对对 以前比例还很高 分一半对吧 一般是五五开 说白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 其他的收入来源 怎么就只有这个 奖金的收入来源 所以他 他就盯着奖金分嘛 就那么简单一件事 对 他如果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奖金是小头 他比如说他商业 比如说赞助啊 这些是大头 他可能就不太分奖金 对吧 他靠你打出零器嘛 然后去做商业活动 对 现在就俱乐部的这个商业模式 和引擎完全是天上去 比较复杂的 其实渐进 其实渐进其实还是 就现在不引擎的话 要接受出来高多了 对 比如说你 你俱乐部 我靠选手打出了 打出了名气对吧 打出了品牌 那我可能在跟赞助商 签的就是 签的一些 比如说你线下 你要做多少次活动 对吧 你觉得选手要去做 多少次活动 那选手也会算点 你妈选手想 你妈天天去做活动 烦死的 那你才给我这点钱 我干嘛要去做活动 那你就多给他点钱 你这妈招商招的好 对吧 你工资就高一点 那选手也配合你一点 那比如说你 你可能让选手去直播 对吧 直播也能 也能收到不少钱 就之前直播平台 也买了不少单 那你让选手去直播 那选手也想的 你给我一点点工资 我为什么要去直播 那你给多一点 选手就去直播了 然后你再算个账 对不对 你直播平台都帮你把单买了 你中间还有利润 是这样想的呀 你妈的美工都这么算账的呀 好了 一波来了 这里面是有两个坦克的 立场 想靠路口 但是没有隔住 哎呀 这个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陆晓峰来的 真陆晓峰 他主要是 本来是想顶在这个路口房的 他 这波损失有点大了 直接要被顶死了 电池能不能把锯箱加起来 加 我靠 哎 加起来 赶紧加 赶紧加 但死了十几个农民啊 凤凰回来 凤凰回来 我觉得还是输 应该还是输了 但是刚才那波电池 还是有点微谋 还输了呀 这波 这波已经上了 两个电池都加不动 不 他那个失误了 就他本来是想顶在 那个路口房的 第一 他不知道有坦克 是不是 他不知道有坦克 因为坦克装的运输器出来的 他最大的失误 他最大的失误 我说早到两秒钟 他早到两秒钟 这个路口封一次 聚上出来 他就稳手 早到两秒钟 可能找到一秒钟就行了 这个已经大裂了 K2在这个局面 是输不了比赛的 对 他有这个 任何一个神族 在这个局面下 面对K2 都是被滚雪球 直接滚死 已经结束了 这个游戏 就是两秒钟了 PVT之神 打呢 我觉得还能打 没有问题 输不了呀 你看着嘛 今天就算他是PVT之神 他也得输 那如果他 如果输了怎么办 输了 浩汉哥生日快乐 毛 这样就好了 你换一个好不好 只要能打败大屁股的人 都是浩汉哥的朋友 你这种狗逼 为什么你对自己 现在都没有自信 你不是专业解说 你都一判断下去 你为什么就不敢 对啊 就不敢 哎呀真的输不了呀 你心里真的输不了 他的对手是K2 不是你 不是F91 不是我 是不是吗 我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很难输 但是呢 凡是意外 你有什么意外吗 对不对 你告诉我 能有什么意外 能有什么意外 你告诉我 虽然我承认清本的 的确是卡位置卡得很好 但是能有什么意外 自爆球大个满贯 这可能不啦 可能不啦 那不是 那我就说嘛 如果万一这个 清本侥幸在这张团队翻盘 那说明他很强